台湾迈入超高龄化社会 身体功能退化是每个人都需要关注的健康议题 退化性关节炎、姿势不良都可能造成关节问题与病变 人工关节作为现在治疗的主流方案 你是否了解此一会在人体内与你共存20年之久的医疗器材呢 Money DJ采访团队特地来到联合股材进行专访 邀请董事长林延生带我们认识人工关节 当这个宽干节要是有病变 常常因为退化性关节炎等等 才能病变的时候 医生要把骨头削一削 骨头钻一钻 把人工的东西装进去 同样在宽臼这边要把它磨一磨 然后把宽臼做进去 成功与否就说第一个 你选的尺寸跟病人合不合 第二个你装的紧不紧 第三个你装的过程是好不好装 如果能达到预期的结果 这病人可能存活率有20年30年 如果你没有装好或是东西尺寸不怎么合 可能使用寿命更短 对医生来说 第一个选择适当的产品是很重要 适当尺寸对这病人是很重要 同样你有适当的手术器械 让它可以钻骨小骨很准确也很重要 一个人工关节的成功就是靠于这几个因素加在一起 当然最终还是医生的技术 所以产品的配合跟工具的配合 跟医生技术就是一个造成一个人工关节 可以用20年30年最主要的理由 人工关节主要的组成可以看到 我们需要一个所谓的骨骨饼 像我手边这个骨骨饼 就是我们跟美国在纽约的一个叫特种医院 就是Hospital for Special Surgery 一个很有名的教授所研发设计的 它也是等于是我们美国的KOL 那这个骨骨饼呢 其实装在病人身上 我们做出来有65个不同的样子 同一个系列 有的是长一点 有的是短一点 有的是有领子 有的是没领子 那为什么要做那么多呢 就是说病人是不可期的 有些病人可能这一个最合适他 你如果给医生这十种选择 他十种选择选医 我们给他这么多选择以后 他就更选择到更适合的病人 或更适合他自己的手术方式的产品 那就是我们 我们这个产品在美国推出以后 被人家喜好 跟我们现在欧洲 日本 这产品卖得不错的理由之一 作为国内人工关节代表厂商 联合在台湾享有高市站 仅次于全球龙头大厂Zimmer 接下来Money DJ采访团队 再邀请董事长为我们解答 这些年在台湾市场 站稳一席之地的原因 以及他如何看待 联合未来外销的动能 和中国国家采购政策 对未来联合在中国的业绩影响 首先我们在成立了30年 台湾的医生已经知道我们在那边30年了 所以理论上他们是认识我们的 再过来我们就是产品线的问题 我们产品线一定要提供的够多够好 医生才会开始在使用 第三这可能是临床的结果的问题 如果说你医生用了你的关节以后 病人效果非常好 他这样就有信心 我们花了30年建立了台湾医生的信心 那现在虽然我们事实上 是属于全世界最大的老大 理由有几个 第一个可能老三老四 他们在台湾理论上 因为台湾是小市场 他们并没有投很大的力量 第二个原因是 医生慢慢觉得联合东西蛮好的 那因为我们的产品在全世界去比 性价比各方面 都不比别人差 所以我想台湾的医生 当然也认同 在他不了解以前 他可能对台湾的产品 并不是很有信心 当然了解以后 他当然是认同台湾 所以我们台湾 现在到第二名 我个人来说也不惊讶 也是用我们长期 台湾医生的支持 跟我们大家提供给他 很好的产品跟服务的 所带来的结果 我们现在外销市场站在我们百分之七十八吧 快将近八十 那外销市场里面 现在最大的一块是我们欧洲的市场 那欧洲市场也是因缘际会吧 因为我们开始在瑞士成立分公司 在法国开始做服务 那法国人可能跟美国人比较不一样吧 他就比较可能接受性度比较高一点 他们比较 那很多法国的本来有些小厂 也是因为没办法竞争 慢慢退出市场 这都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机会 所以刚开始呢 我们就很容易地打进了这个市场 第二个原因是我们产品的设计 更尤其我们手术器械的设计 他们的医生很喜欢 那他们常常 我们那边他们去推销的时候 你试用一台看看吧 试用一台看看 但是试用过后 他就说我喜欢你的东西 所以法国市场现在慢慢成长 我们现在可能在那边量 可能我没有详细的统计 大概5%到10%之间嘛 算起来是表现得蛮不错的一个市场 那同时我们也因为跟法国那边 也跟一些学术团体合作 我们积极地参加一些学术团体的活动 所以学术团体的活动会把我们产品 跟我们的知名度 让更多医生知道 我想这是我们可能会成功的地方嘛 除了法国以外 我们在英国比利时 跟瑞士都有分公司 这几个分公司也在缓慢的成长中 是不容易的 但是我们就要一步一脚印 慢慢去做就会有希望 那同时欧洲市场也监管了 我们所谓的中东等等的市场 那这些市场我们也会 增加于所谓的经销商 我们跟一些中东的市场 在俄国那边在做产品登记 准备销售一样 我觉得欧洲市场是相当可奇的 至于美国市场 美国是一个全世界 使用量最高的一个市场 那也是一个最难打的市场 主要原因 前十名 前四大 全部是美国公司 所以在那边呢 其实医生对他来说 他的选择性非常的多 所以你必须要给医生 有所谓选择性 他为什么要选择你的 虽然我们的产品不输人家 我们器械不输人家 其实进展 连有缓慢的成长 但是进展没有我们预期的那么快 所以在五六年前 我们就开始采取另外一个策略 就是说希望能跟美国的 所谓主要的医生 所谓Key Opinion Leader KOL来合作研发 那跟KOL产生研发的产品 我们现在有两个产品已经上市了 一个是一个人工的鼓鼓饼 我另外一个上市的 就是所谓的我们这个U-Star 2 就是所谓的肿瘤跟重建的关节 同时我们现在有三四个计划 再跟美国KOL来合作 可能在今年第三季 我们就有一个所谓的高端的膝关节 棉骨髓的膝关节 在美国上市 我们经过三年 得到FDA认证以后上市 我相信这六个KOL 参加我们的研发团队 上市以后这六个KOL 应该会对市场产生影响 我们对这个产品将来 就是第三季生到明年 成长是可期的 除了这个已经FDA准许了以外 我们剩下几个产品在申请FDA中 包括所谓人工肩关节 肩关节是联合从来没有设置的条线 我们在好几年前跟美国的 也是五六位非常著名的肩关节的权威 一起来合作这个系列的产品 这系列的产品大概加起来一百九十几件 那是一个很大一个系列肩关节系列产品 那我们经过这几年的研发以后 我们应该在今年就要申请FDA 如果今年申请FDA 理论上明年可能可以上市 那我想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产品 另外当然还有两个其他产品 跟KOL在合作 美国公司美国市场是这样子的 你势必要有人 你医生是必要有一个reference 是谁在做 是谁设计的 对我们来说 美国市场是非常大的市场 那我们会持续努力地做下去 我认为这些KOL这种策略做出来以后 未来几年美国市场是可期的 中国在两年前产生 人工关节的国彩 那国彩他们的媒体上的宣称 是他节省了84%的费用 事实上也差不多 大概每个产品还是不同的 所以意思是说 每一家的利润就被大大的砍了一刀 等于说砍断头了 在这种状况下 怎么奇怪 这每家公司还在继续做生意 表示这样还是有利可图 就还在成本以上 那大家就在成本以上的 这些毛利呢 毛利可能低了很低了 那怎么样在这个毛利下面 它能存活 那有些不能存活了 大概就考虑退出 或许有些会觉得 这样的存活对它来说没有意义的 它会考虑退出 我们听到很多国外大厂 已经在动辄心念了 而且其实它理论上 我不要多卖了 我卖那么多干嘛 我只要在这边就好了 所以这里面就会放出一些市场 当国产产家 它当会很努力想去争取这一块 那联合的产品同样也在争取这一块 山东新华合资的新华联合公司 它的所谓的国产品 联合的国产品 它已经大概都取到证了 现在大概有16张证 所以它取到证的时候 跟国产的时间正好有点重叠 它并没有办法参加第一次的国产 所以第二次的国产 我们预计会在今年底跟明年开始进行 我希望到明年国产的时候 我们两个品牌都会进去 台湾联合的跟所谓的新华联合的都会进去 我相信他们也会 他们会让你进去 因为它只要掌握的是品质跟价钱 这品质跟价钱合理才让你进去 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有比较多的操作空间 那当然因为毛利的降低 所以中国市场势必走入一个 薄利多销的阶段 那怎么可以多销 因为这是绝对的刚性需求 人工关键就是会坏 老年化人口越来越多 它一定有这个需要 所以怎么样在这个 低的毛利状况下 大家能赚到钱挤出利润 就要看你能产品服务跟你的策略 我相信我们有两个品牌在那边 第二次国产以后 我们应该会很有机会做得更好 作为深耕台湾 外销全球的人工关节制造厂商 联合股材今年迎来了30岁生日 董事长林延伸提出 将在不远的将来 将联合目前约1亿美元的营收规模 以追上全球第十大 人工关节厂商业绩为目标 持续努力往2亿美元迈进